全球發燒疫苗解放全球引頸期盼 疫苗全球取得機制COVAX COVID-19 公布第一批配送名單 官網首破名單 預計2月底開始配送 滑過一輪沒有台灣 但指揮中心澄清 最下牌非聯合國會員 共領130多萬劑 台灣就在名單裡 世界文組織在核准AD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後 他將會陸續通知各國實際貨配的數量 跟配送的時程 指揮中心會針對這個疫苗 積極跟COVAX聯繫運送 授權後落在2到6月間進入台灣 到貨後估計行政作業約一週就能開打 首波施打名單 一是人員 接著是防疫人員 以及65歲以上長者 到貨的速度 然後第二個當然是施打的效率 那第三個是民眾的意願 那這幾個如果都越高的話 越快越高 那當然速度就會越快 社區的基本的防護力的時候 那當然都是會逐步的 讓管制的措施變得比較 慢慢變鬆 目標接種率6成 達群體免疫標準後 判居家檢疫天數逐步縮短 最快年底有機會出國 三雄虎客牆兩保台北報導 下一個 一旦 最初的 今天 三層